行金鳥居石燈籠沿着阶梯走往神社遺跡 这一座位于黄金博物馆后方山腰的金瓜石神社 创建于1898年 是台湾史上第三座神社 也是当时地方重要的信仰指标 不过受到战争的损坏 仅存两座鳥居集展石燈籠及色殿的地基与梁柱 这是天高和日本是一个古籍 这个古籍很有名的造材 这个山神社是第二代 第一代是在顶头四层 黑金的康居 因为采访有大型的名字 所以它又拌下来的卡 这是第二代 第二代就是我们家河 十年七月 七月完整做这个铁 因此从2017年起 以台电启动神社修复计划 以残疾保留及保护梁柱不倒的方式进行修复 过去大家来黄金博物馆游览 那因为神社没有特别被指出 也没有一个完整的修建 所以大部分的游客 那是经过而不知道 那那个神社事实上是在 黄金博物馆背后的半山腰上面 今天我们会带领大家去参观 那希望未来它会变成一个 台湾我们的国民觉得心目中必来的景点 台电古籍修复成功 掌声鼓勵 在台电代理董事长 经济部次长曾文生敲锣下 历史五年百年神社在中秋节重现四人面前 吸引大批国内外游客前往 感受乘风已久的百年矿山历史 台电修复古籍的用心也获得地方赞扬 只说相当感动 台电修复古籍的用心也获得地方赞扬 台电在维修的过程里面 我们都有看到说他们发现竟然附近还有一些残疾 后来又再次跟文化局提出一个修正的一个用心啊 后来连同神社附近的这个喷水池也一并的展示 其实真的很感动台电这一次啊 很用心的来帮我们神社做一个古籍的再延续 来这样就是有了 然后你就按一下 下 除了维护古籍现状 修复团队更将古籍与AR科技结合 怀疑人第二代神社的木制了居与玉神等等 游客只要用手机扫描QR后 就可以看到这些已经消逝的百年历史场景 甚至能和它互动合照 科技的方法让过去的历史面貌历史建筑面貌 能够在你的手机中呈现 那这是一个扩张我们体验方式的一个新的办法 坦白讲最近很流行元宇宙 我们的世卫部还有一个跟宇宙相关的科 其实我们就是要把过去这一些 跟未来甚至对未来的想象 透过这些动画跟特效的形式能够呈现 让大家想象的能够更有发挥的空间 台电方面提醒 由于黄金博物馆本山五坑出坑口 还有零星工程必须暂时关闭道路 因此金瓜石神社正式开放时间会再另行公告 台电方面也透露 后续将针对太子宾馆等历史建筑做修复工作 希望早日修复完成对外开放 让游客能更完整体验百年黄金三成的人文历史魅力 记者张吉腾新北报道